60岁的人血压到底是多少才算正常 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前几天收一个老年患者,年龄70岁 平时有高血压病,长期服药 听说血压控制的越低越好 于是把血压控制在基本上都是1160毫米拱柱左右 但是却出现了急性脑梗塞 老人不理解,自己的血压控制的那么好 平时也没有不良嗜好 为什么出现了急性脑梗塞呢? 其实,老人的急性脑梗塞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血压控制有点太低了 老年人和年轻人不同,有老年人自己的特点 第一,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弹性较差 会出现高压更高,低压更低的现象 表现为卖压增大 所谓卖压指的是高压和低压的差值 年轻人的卖压呢,一般在40毫米拱柱左右 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压会越来越高 低压呢,可能会下降 压差就越来越大 特别是到了70岁以上 高压呢,可能已经达到180毫米拱柱 而低压呢,可能只有70毫米拱柱左右 那么,它的卖压就达到了110毫米拱柱 第二,老年人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血压波动较大 老年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出现血压大幅度波动 可以出现突然的血压很高 过去天呢,又恢复正常 甚至呢,有的时候还出现偏低的现象 老年人还有第三个特点 那就是容易出现餐后低血压 主要的原因呢,和老年人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餐后血液重新分布 中枢神经系统呢,对血压的调节障碍 利尿剂的影响等这些呢,都有关系 有些老年人在吃完饭之后犯困 血压会偏低 第四,血液粘度大 老年人的血糖、血脂容易偏高 血液呢,比较浓缩 所以它的血粘度比较大 当你不了解老年人高血压的特点 很容易造成血压的波动 血压过高、过低、波动较大 都容易出现相应的并发症 我们前面讲的患者血压控制太低 尤其是夜间的时候 血压呢,可能会更低 再加上血液粘度高 容易出现脑梗塞 那么,老年人的血压控制 到底降到多少最为理想呢? 根据指南的要求 高血压的治疗要遵从三个原则 达标、平稳、综合管理 我们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的是降低 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和死亡的风险 指南要求 65到79岁之间的患者 血压降到150、90毫米拱柱以下 如果能耐受的话呢 血压可以进一步再降低一点 降到140、90毫米拱柱以下 对于80岁以及以上的患者 血压呢,可以维持在150、90毫米拱柱以下 对于一般的高血压患者 年龄呢,在65岁以下 血压最好能降到140、90毫米拱柱以下 如果合并了糖尿病、冠心病、心衰 慢性肾脏疾病等 伴有蛋白尿 像这些患者呢 如果能够耐受的话 血压最好能控制在130、80毫米拱柱以下 以上这些呢 都是不同年龄阶段的降压达到的目标值 从上面的这些要求可以看出 老年龄高血压既不能太高 更不能太低 太高的血压不认真控制 有造成脑出血的风险 如果控制太低 影响了脑、心脏等这些重要脏器的供血 那么脑梗塞、心肌梗塞 它的发生概率就会增高 在降压治疗的同时呢 进行综合干预管理 对于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以及具有某些危险因素的患者 应该考虑抗血压板及降血脂治疗 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再发及死亡的风险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今天呢和大家讲了 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血压到底降到多少为好 希望您在降压的过程中 仔细体会这个降压的目标值 对您带来的好处 欢迎您关注转发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